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俩都将感情和利害关系混合在一起 要么绝对无情 要么会见蝉思 都做不到跳出局限看问题 但利维尔恰好就能办到 即可的胜券在握 恰恰就建立在调查兵团对艾伦信任度降低的前提下 康妮的质问 艾伦的笑声 艾尔米和三立的哑口无言 当时在场 智商为政治的人也只嘟囔了一句别说了 如果是利维尔 他会独不懂艾伦的惨笑吗 艾伦当时的笑声 有点像任亚中永次狼雾杀江猪之后的狂笑 跟笑嘻嘻挂不上钩 而理解了这一点后 利维尔的单刀之辱 三立的百胡柔情 都是能够攻破艾伦防线的决战武器 想要破解艾伦和集合结统联盟的前期 就是让艾伦和调查兵团之间的信任度 远远超过艾伦和集合之间那份利益纠葛的重要性 虽然利维尔再次结结 时时踢了艾伦一脚 但伴随着那份地下街的脾气 利维尔同样展示出 了地下街的古道运城 面对艾伦仿佛人静于灰的眼神 利维尔眼中的不忍语之后的温和解释 同一百零七七的冷酷形成鲜明对比 就算是韩集团长都还没有把禁忌之力换人的打算 艾伦明一集什么集 固然 什么都无法牺牲掉的话 就不可能有寸进 但艾伦明起我的感觉 怎么像是被这句话给绕进了死胡同里 艾伦明提出的建议 是真有打算在艾伦还能使用这一前提下换人的 简部说培养一只只回去人需要多少时间成本 就说马来方面 莱娜极力要求登上帕岛作战 他们会在艾伦被换掉之后等上一年半再再进行决战吗 艾伦现在还被极客牵着鼻子走 利维尔能把他牵回来吗 四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 吉他